一个消防员在打鼓岭平阳新村 被淋下来的大树击中头部 送院之后情况危台 何家俊报道 被树枝击中的36岁消防员 头、手、脚都受伤 面部同制服有血迹 送院时清醒 救护人员为他带上颈膚固定伤势 在双眼敷上沙布 事发在早上大约11点半 消防接报挂打鼓岭平阳新村路边 旁边一棵大树又倒塌危险 拍完到场处理 在消防员准备割树的时候 旁边另一棵高大约15米的大树 突然塌下来 击中其中一名消防员 警方之后封锁现场调查 将事件列作封业案外 由职员远上纪录 其他消防员就戴上头盔 在现场线后 有线电视记者何家俊报道